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起源 它的独特之处就是起重机的运用 这才是真正的高大上 餐桌长9米 宽5米 被牢牢固定在金属框架上 总重量6吨 四周是类似跑车座椅的座位 每个座位还配有安全带 其他各种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每次可以接待22名顾客 这个空中餐厅的创意 在最初提起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之后聘请的世界级厨师 又为其锦上添花 从此在空中欣赏美食 也就变得流行起来 创始人说 这个餐厅有点超现实主意 它成全了都市人一颗自由的心 当然 在空中享受美食 安全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些座椅可以180度旋转 用餐者必须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才能使用安全带 用餐时想要乐队表演 或是聆听钢琴演奏 那么另一台起重机 会将音乐送到你身边 如果遇到恶劣天气 则会取消用餐 一切为了你的安全 随着大家越来越接受这种刺激 又新奇的事物 现在全球有十个国家 都有这样的餐厅 2014年 我国上海也迎来了这样的餐厅 整套平台和钢索 都是从比利时空域而来的 所以一顿晚餐的价格 也会相当昂贵 但是哪怕8888的一顿晚餐 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呢 你们敢在这样的餐厅吃饭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 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 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